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第三天 今天天氣很一般 好像會下雨 所以今天我們都會留在室內 我們現在就出發去 皇家丹麥劇院 去看芭蕾舞劇 Let's go 有些朋友都問在哥本哈根 怎樣搭車 所以這條片我們都會說完 今天都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在哥本哈根怎樣搭車 這裡主要分了有 Bus、Metro和Train 今次我們就用了 Dots這個APP 因為在這個APP可以買CityPass 然後三種交通工具都可以使用 我們可以在APP Store 下載了APP之後 它會叫你註冊 入手提電話號碼 它就會發送一個 one-time password給你 按照他們的APP 的流程輸入 就會進入主頁 買票的方法也非常簡單 你只需要按入Ticket 選擇你要從哪個地方去到哪個地方 它就會告訴你多少錢 在電話買完票之後 也會顯示一個QR Code給你 但它已經會開始倒數計時 如果有人查票的話 你又顯示一個QR Code給它便可以 因為我們旅行都會不停轉車 或者去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也買了CityPass 我們今次買了72小時 200DKK 即是大約$227港幣左右 記得一買了票之後 它便會開始倒數計時 所以你由搭第一程車前才好買票 否則便虧了時間給它 好呀!我們看完了! 我們剛剛走了很多級樓梯 才去到最高的一層去看芭蕾舞劇 因為裡面是不允許拍照的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去拍片 有一件事我也猜不到 是竟然去那麼多人去看芭蕾舞劇 因為裡面是真的沒有位置靜的 總括來說也是一個挺特別的體驗 吃完食物後 我們便過來城堡島這邊 我們面前這個就是 舊股票交易中心 它是哥本哈根城堡島的其中一個建築 已經有很多年歷史 是丹麥一個比較古老的交易所 它最特別的地方 便可以留意一下它的塔頂 它的塔頂足足高56公尺 然後它這個設計 便有四條龍尾 佔在塔頂上 我們現在來到位於 城堡島的Christian Bowl Palace 這裡最特別的地方便是 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融立一個國家的 三大政府機構、行政、立法、司法、建築 它也是一個博物館 它也是開放給人參觀 如果買到City Pass的話 更加可以免費入場 我們出發去下一個行程 我們去圓塔 今天的第四個行程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哥本哈根 最熱鬧的購物大島 這裡有很多連鎖 店舖 Mango H&M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我們現在去找一間麵包店 好像這裡附近有一間麵包店 好像很好吃 吃飽飽 我們就繼續出發了 我們的行程 我們就去到圓塔 不過我們見今天的天氣很差 所以就沒有給錢入場參觀 我們會遲一天再來 沿著剛剛那條路一直走 我們就過來這個羅心堡城堡 羅心堡城堡又稱為玫瑰宮 沿著走過來大概三分鐘左右就到了 現在是一個對外開放的博物館 裡面放了很多丹麥皇室的真品 如果有哥本哈根卡的話 更加可以免費入場 當然大家也可以扣票入場 基本上今天的行程就差不多了 我們去第四天 來到第四天的行程 今天我們會出發去線營公園 今天是超好天 不過最可惜的是我今天忘記了 插一部相機 所以現在是用手機拍 所以有點震 我覺得哥本哈根這裡 真是一個很單車朋友的城市 連坐火車都會看到一個單車logo 可以讓踩單車的人 推著單車上落 從外面我們可以看看 一輛這一輛的行程 這些行程 他們有很多都是 貨房 這些單車上落 我們到了這個 Norabo 不懂得怎麼讀 這些 北歐 丹麥文 好 我們現在應該沿著這條路 一路直走 就找到公園了 我們 我們好像已經到這個線營公園附近了 這裡有些很好玩的千秋 我也很想玩 我們終於來到這個線營公園了 哥本哈根 這個應該算是一個比較少眾來參觀的景點 我們現在身處這裡 在黑色的區域 它分了是有三個不同的地方 有綠色、黑色和紅色的 現在黑色這一部分 它好像是專門說 是給他們一個天然的休憩場所 另外紅色和綠色就好像是說 是給別人玩體育和文化活動 這樣 不過我們還在找紅色和綠色的區域 在哪裡 原來我們剛剛一開始來這個區域 就已經是那個紅色區域 即是運動 所以可能這裡 有時候可以讓你爬一下 讓小朋友玩天秋 旁邊有一個紅色的單車徑 好了我們現在準備出發去我們今天下一站 我們會去這個小美人魚 去回到近市中心那邊 因為現在這邊都比較 離市中心有段距離 現在直望已經見到我們第二天去Federichs Kurtz 即是那個教堂 卡斯達雷特這裡是哥本哈根的一個軍事要塞 它現在部分建築仍然是保留作為軍事用途 所以無法自由進入 這裡最特別它的地形就是一個五角星形 如果你有航拍機的話 應該可以在高空那裡拍到一個五角星的形狀 這個地方也有自己的教堂和磨坊 旁邊那個剛剛拍到的就是教堂 而這個就是吉飛昂噴泉 這個吉飛昂噴泉 它是哥本哈根最大型的噴泉 也是一個許願池 我們現在前面就已經看到美人魚雕像 還有一些觀光船 它剛剛離開了 我們終於來到這個小美人魚雕像 這個雕像點來也有一段故事 話說就是吉飛昂噴創辦人的兒子 他很喜歡童話主題 也很喜歡芭蕾舞 就找人去做了這個雕像出來 就變成現在哥本哈根這個著名的觀光景點 剛剛小美人魚說完吉飛昂噴 我們現在第三站就來到這個新吉飛昂美術館 這個美術館最主要就是吉飛昂噴創辦人的兒子 收藏了一些不少的靈畫 他就會放在這個博物館裡 顯示給別人看 如果大家想安排行程的話 記得一定要放在星期二 因為星期二進來這裡是入場免費的 走完新加仕伯美術館 我們又回到圓塔這裡 因為昨天天氣一般 所以我們今天再次進來 圓塔這裡最特別 它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它又是一個教堂 就是剛剛我們經過 看到有很多人躲在那裡 也是一個天文台 也是一個大學的圖書館 終於到塔頂了 這個塔頂可以讓大家去飽覽整個哥本哈根的景色 大家如果有買到哥本哈根的交通卡的話 也可以免費入場 今集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將會和大家 離開哥本哈根去其他丹麥的地方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我可以按照